回答一下你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Pocket 8里的图层有增加吗 这是20款Pro的图层数 这是21款Pro的图层数 确实有了大幅度的减少 据开发者的回答是安静芯片适配的问题 比较介意的北北可以玩一点在右手 第二个问题 有绿边有暗边吗 绿边我没发现 暗边确实有 就是在边缘的位置会有一层阴影 但影响并不大 第三个问题 21款升级大马有哪些升级 第一个升级 屏幕 这是一段背景纯黑的影片 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左边21款的Pro 升级了迷你LED屏幕之后 它可以显示纯黑的背景 黑色显得更黑 而右边普通屏幕显示不出纯黑色 第二个升级 扬声器大幅度的提升 坐下 坐上我的腹架 坐下 坐上我的腹架 你打扮得很西洋 很热辣 第四个问题 这个画画需要贴膜吗 贴?为什么不贴? 我都已经用了这么多牌子了 我一般平均3到6个月就会换一张 因为你经常在里面画画的话 这样子我就很容易出现很多划痕 非常影响清晰度 总结购买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一芯片短期可能会出现适配问题 暑期交易优惠可能会在7月份出来